乒乓 乒乓大家好 我是小豬 我是好爹 今天是聖誕節 耶 祝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耶 那這一次聖誕節我一直有一個很想要的禮物 就是一棵聖誕樹 可是我們在那個 百貨公司或是玩具店我都沒有找到 然後老爹就說 他又幫我露一棵過來 其實小豬他每次聖誕節的時候 都很喜歡再加100聖誕樹 然後之前我們在高雄的時候 他就有再加100了 可是那一刻我被人弄不見了 因為過了太久的時間了 那後來他在網路上發現 有人用樂高的聖誕樹 那組裝的還蠻好看的 那他就一直還蠻想要的 可是我們跑了超多百貨公司 跑了超多玩具店都沒買到 後來呢我是直接去網路上用網路購買的 在蝦皮直接做購買 他好像很多年 就是他可能幾年都會出一個 可是我們都沒發現 所以我也不確定這是不是今年的 總而言之呢 我們就來一起組組看這個聖誕樹吧 耶 聖誕節應景一下 看起來零件蠻多的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封面的這個設計 這裡這裡 他有個洞 看了一下那個設計 感覺應該其實應該不難 我覺得 一個會組樂高的人來講 你有組過樂高嗎 有有有 那個小顆的積木的那個我有 可是那個不是樂高啊 小顆積木那個不算樂高 樂高他有很多的機關 比起你以前 組那種小顆的積木來講 樂高的機關其實蠻多的 比較難嗎 對比較複雜啦 而且還有說明書 好那他這個說明書呢 就分四個步驟啦 叫你先把東西拆起來 然後再慢慢組裝 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怎麼組啦 這是第一個 有一個是我們要先組底部是不是 不是 他的意思是跟你講說 第一包呢是底部 然後第二包是上面的樹 對 好他叫我們先做第一包 倒出來 我覺得我們一個人負責樹 一個人負責底做的比較好 真的嗎 可是這樣子我們攻略要分開看是不是 試一半啊 好 那就試一半吧 好那我跟小豬呢 決定一個人做底部 一個人做樹 我叫你剪這樣你的草份黏住啊 沒差啦 你是笨蛋 那我們就來看我們會裝多久 我還沒有真正組過真正的正版肋膏 煮肋膏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我小時候非常愛煮肋膏 因為可以激發很多的想像力 所以未來我們的小孩 我應該也會讓他煮很多肋膏吧 但是肋膏真的是蠻貴的一個玩具 不得不說 有一點點基礎的還是比較好做 這有不夠做的 特別小的東西可能在這裡 對 我本來想說我可以今年擺完 然後把它拆掉收起來 明天再享受一次 可是我發現我不想 還是別拆了吧 還是別享受了 別拆掉 兩個沒用 哇!多開心 我有一個的 溜天 最低是 原色是這樣嗎不行啦 是兩層 弄下去好像是一樣的 可以 最後一盒 你看這裡可以轉 它只有一階可以轉 對啊有點可惜 它只有一階可以轉 不過蠻厲害的啦 我第一次看到熱狗會轉 耶 完成了 哇做到三更半夜了 這樣是可以轉的 超美 嗯 其實真的很好看耶 非常非常的... 應景 特別 嗯... 非常的應景 這樣就不會跟人家一般聖誕樹 家裡擺的都長一樣 對啊 而且這套禮物 我想說那是在幹嘛 我前面還在拚它 結果它只是個禮物 這個樂高就是要這樣子去自由的搭配 喔 好累喔 辛苦啦 都是你在做 好累 好啦 那就祝大家聖誕快樂好不好 祝大家快樂 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自己心目中的禮物 這個聖誕樹推薦給大家 不管是交換禮物還是都蠻適合的 雖然今天已經是聖誕節了 可能來不及了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喔 喜歡的歡迎去做購買 我說到一定會很開心 就像我現在的心情 嘿嘿嘿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喔 或到老店的粉絲站按讚 耶 按讚 還記得來我的IG追蹤我喔 啊 OK啦 祝福大家 聖誕快樂 耶 那小豬開箱呢 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 睡覺吧 好漂亮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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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